Hello 大家好 我是最近突然喜欢上紫色的依依 那很多人呢 为了看樱花去日本 为了看薰衣草去法国的普罗旺斯 那么有一种花呢 也是让人千里迢迢来到澳洲这里来看它的 你们知道是什么花吗? 它就是 兰花银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今天身着蓝紫色风格的阿琪 那想要在悉尼看兰花银呢 其实并不难 在悉尼各个街区都能看到 但是所有的兰花银观赏点呢 只有一个是最最出名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这个最火爆的兰花银观赏点 Kiri Billy来看一下 Kiri Billy离悉尼市区很近 可以坐火车在Milson's Point下车再走过来 可能你会想 今年因为疫情来这里的人会少一些 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这里还是非常的热闹 在我身后的这一棵呢 就是兰花银树 它的英文呢 叫做Jackaranda 那兰花银这种树呢 它可以长得很高大 可以长到15米之高 每年的11月份呢 就是兰花银的花期 这个时候呢 兰花银就会开出 非常唯美梦幻的紫色花瓣 非常的适合恋人来这里 也是一个适合举办 像求婚或者是婚纱旅拍的地方 整个布景呢 根本不用精心布置 就已经非常浪漫 很多人都有疑问 那兰花银开出的花瓣呢 明明是紫色的 为什么叫做兰花银 而不是紫花银 因为兰花银呢 它其实是一种外来的物种 虽然在国内 像昆明啊 成都 有些城市也是有一些兰花银 但是其实 也是后来从国外引进的 所以说这个兰花银的名字 我觉得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英文它就叫做Blue Jackaranda 所以说我们顺理成章的 把它翻译成了兰花银 很多人呢 也会把它叫做兰茵花 我觉得这个叫法呢 其实不是特别正确 因为兰花银 这个银的意思呢 我查了一下 它指的是一种树 如果我们把它颠倒成 变成兰树花 那这个就稍微有点奇怪了 哇 Kiri Bili这里真的是名不虚传 人有好多好多 看这个花园 对 满满都是人 有些人在那边野餐啊 然后玩啊 然后他们全部呢 都是会走到这条主干道上面 这条大马路上面去拍兰花银 因为这两侧的人行道上呢 都长满了兰花银树 所以他们在马路中间 形成了一个拱形的兰花银大道 所以我们看见 有时候拍着拍着 警察就出来了 出来赶人了 好 然后你走 等下 我不是要做新的路 哇 警察在那边赶人 因为有很多人站在路中间拍照 有人都把三鸟架立到中间去了 那大家知道兰花银的花银是什么吗 它的花银既凄美又浪漫 叫做在绝望中等待爱情 在冬季兰花银的树干呢 是光秃秃的 代表着绝望 到了春天呢 书上就会开满紫色的花瓣 代表着迎接爱情 然而对于西尼大学的学生来讲呢 兰花银呢 还有一种别样的含义 那因为兰花银花开的时候呢 就是在Final 也就是期末考试之前 所以学生们传说 如果在兰花银第一朵花瓣开放之前 还没有做好复习的话 期末考试就有大麻烦了 其实呢我就是西尼大学学生本身 虽然是很多年前的 你这种说法呢 就是太婉转 实际上呢 西尼大学几年前呢 它的主校区那边 有一棵很大的兰花银树 所以当时呢就传说 如果你考试之前 被兰花银的花朵砸中头顶的话 那你今年就会挂课了 所以呢现在是11月嘛 就是我们这边大学生考试的日子 如果你不想挂课的话 就绕开兰花银吧 不要来这里了 那Curie Billy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方便 如果大家来西尼旅游的话 想必大家都会住在西尼市中心 这里距离西尼市中心呢 仅仅只有三公里 开车呢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 还有一个更好的交通选择呢 就是搭乘渡轮 从西尼的环兴码头出发 仅仅只要一站路的时间 七分钟就可以到达这里 而且呢我们在路途当中呢 还可以欣赏到海港大桥 和各剧院的风景 但是呢要提醒大家 Curie Billy这里呢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网红看南花银最出名的地方嘛 所以如果周末来的话 人会非常多 像我们今天是星期天 你看人就已经好多好多了 所以我建议要不就是 选平时来避开周末 要不然呢就是选西尼的其他地方 像这个地方看南花银也很不错 也推荐大家去的一个 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能看到更多关于 澳洲生活旅游的影片 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要点赞留言哦 在这个时候呢 南花银会开出这种 非常唯美梦幻的 好尴尬 哪一个 哪一个花瓣在里面